大家好,欢迎来到东北那嘎嘎嘎,我是阿东伟 今天来这家店是我一个西安的粉丝 也是一个我的小老店 他给我介绍的,他也是在网上看的 这家店说是不少明星都向大家来指 他家这个店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 的确有很多的明星上天来过 他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开别 这个是他家新店 已经有七百年了在这 原来是在前面的洪黄 人家这么多年从来不挂开别 美食绝不独享,价格必须厚高 这个菜叫香芝黑米拉皮 价格是26元 这个菜是参加的主打特色菜 黄膜扣肉,价格是43元 这个叫美肌牛肉,价格是43元 这个叫金牌猪手,21一个 这个拉皮看着非常香 它这个黄花丝切的,这符合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切的非常粗犷 来吧,尝尝 吃上去是酸甜口 看上去辣椒油挺多 但是吃着一点都不辣 就是稍稍有点微辣 而且里边的芝麻吃着非常提味 看下这个拉皮啊,黑色的 也是那个土豆粉做的 就是里边掺了黑米的汁 所以说它已经黑色了 拉皮吃上去没有什么特别 就正常的拉皮 黄膜扣肉,尝尝吧 在家可有十几个,这个 看 看 嗯,这个菜 好吃 这个扣肉吃到嘴里肥耳不腻 入嘴即化 而且有浓浓的酱香的味道 还有蘑菇的香味 蘑菇 这个菜啊值得推荐 这个 看这个菜里啊 以黄膜为主 以真膜为辅 而且它这蘑菇炖得非常烂 牛肉 这牛肉呢炖得也非常烂 吃上去呢有点发甜口 而且呀多多少少有一点酱香的味道 他家胡元说呀 他家这个菜的酱香味 都是老板自己调的 要吃到你看还是这个菜 这咱整下饭了 嗯 还可以挺好吃的 但是没有这个吃的行 他这个就是单纯的酱的猪手 看着颜色非常浅 没有熟的过程 这里边放了一些什么酱料好像是 味道还行吧 吃完了 刚马文答案 一共花了145 他家现在有活动 呃 大文觉得是132 谁来都吃酱啊 啊 132 今天呢我们来四个人 你看看这是我们四个人的量 基本上呢所剩无几了 我们点这几个菜呢 口呢还是有点双手偏重 但是味道还可以 大家这个环境呢 还有这个酱的人可以画等号的 大家是在火车站附近 外地的朋友啊 正好下火车 上他家来给他一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关注啊 拜拜